我是强调一定是互动式的 不是灌输式的 还有当你生活在内地的时候 根本无从观察 因为内地有这么多网站 其实现在批评声音很多 要培育青年人 对国家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不是只是唱好 而是国家的大 国家的难 我们要看到终极目标是怎么样 在内地 他真的生活一段时间 这个感觉是会很不同的 当时我们是一个月 就可以将国家的社会经济 外交政治体制都能够讨论 请来的学者 在清华大学办 请来的学者 有官员有学者有社会 一些好像社科院 这些专家 我们还可以去参观 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 去看旁听法院的审讯等等 所以我觉得一个月 我是觉得是 比我看这么多的报纸 是了解深 大家现在经常都说是会洗脑 我觉得洗脑是不存在的 因为现在的青年人 独立思考能力是高了很多 如果能入大学去做老师的 他更加独立思考是很强的 对äng соп吗 我发现理解 还没均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